中逢三世信念习讲 尊敬的最统修 最复法大德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再借公修的姻缘 再一次再为大家来习讲 这个中逢三世信念法师的大义 把一些主要性的作为简单 给大家说明 前几次呢 已经给大家 说明啊 这个中逢国师内容的开始 有一些啊 中逢国师不断地在提醒我们 对这个世间啊 我们的分别心 或者对人对事对物 那种执着呢 一看淡啊 对我们修行 或者对我们这一生 想往往生西方级的世界的呢 那好处就很多了 我们为什么念佛 在学佛当中得不到 佛力加持 在学习当中获得 佛法的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用处 原因最大的因为我们 对人 对事 对一切万物啊 起了分别心 执着的心 太过于严重了 所以造成我们的种种的障碍 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啊 产生了很多一些没必要的烦恼儿童 所以我们一定要觉悟 从这个地方慢慢地去砍破 慢慢地去放下 你才能够 对于你那个自信本来清净的 能够显出来 你看那个佛菩萨 在一切境界当中啊 无论是善缘 无论是恶缘 无论是顺境啊 无论是逆境啊 佛菩萨的心都是平的 就是平等的 不会为这个境界而所转产生的执着 那我们为什么的差别这么大呢 一样的 同样的一桩事情 到佛菩萨的眼前 产生的就是他的智慧 都是功德 而到我们的眼前呢 整个事情就变成烦恼了 所以很奇怪 差别的为什么这么大 那比如说 比如啊 我们每个人都要吃饭 对不对 是不是啊 西方极乐世界多好啊 不用吃饭的 不用吃饭的 天天活得很快乐 我们这边呢 又要吃饭 又要起烦恼 真的很麻烦 你看我们 每个人都要起饭 你看 世人很多讲求什么呢 讲求什么 讲求色 香 味吗 好吃了 起了欢喜的心 不好吃 又选择这个不好吃 又起了厌恶的心态 看到好吃的欢喜 不看到好吃的不喜欢 人家煮给你吃 你说的太咸 煮给你吃 你说的太甜 煮给你吃 你说的太清淡 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多人都是饶着这个 色香味起烦恼 不懂得感恩 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去外面 像师傅 看到hungry jack 都很喜欢吃 为了我们的 这个蛇胎的满足的欲望 自己迷了自己都不知道 你看我们到外面的去吃饭 看到哪一家餐厅好吃的 我相信你们每一个礼拜去吃 对不对 哎哟 这家好吃 这家很棒 一次吃不过 两次吃不过 三次也吃不过 天天都想吃 但是如果遇到一个 一家不好吃的餐厅 你会进去吗 打死你也不会进去的 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不知不觉 在这个地方 每一天起了分别的心态 变成我们的障碍 你看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他都是以什么为生的 脱波为生 人家给什么 他就吃什么 就算不好吃 到佛的口里面 这些不好吃的食物 变成什么 变成美味的食物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的呢 你看我们穿衣服 我们干什么会有选择 对不对 我们每一个人穿衣服 会有选择吗 我要红色的 我要白色的 我要这个模式的 我要那个模式的 特别是女生 对不对 很明显的 他为什么要选择呢 到佛菩萨的面前 佛菩萨什么都好 你要给红色 红色照穿 你要给黑色 黑色照穿 你给他不好吃的 也照吃 一切随缘而不叛缘 这个就是释迦摩尼佛 当年在世的时候 为什么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每一天不中断 都是要提醒我们 这一个 把一切的禁言 你要懂得去转 在一切境界 你要转这个境界 静随心转 你要以那个心的念头 来转这个境界 不要被这个境界而所转的 那为什么我们跟佛菩萨的差别 这么大呢 简单的讲 中风果实 告诉我们什么 用心不一样 用心不一样而已 一念不绝而已 你这一念绝了 什么都好 是不是 人家骂你 好的 人家侮辱你也好的 人家眼睛瞪着你看 都是好的 人家用一句不善的语言来 对你的侮辱 也都是好的 所以啊 佛在愣言经里面告诉我们 若能转悟则同如来啊 就是这个道理啊 在一切境界当中 我们不被转 无论是善缘恶缘 顺境逆境 好坏 愁美的 都是通通一样的 你那个心 就容易平了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在这个生活里面 对人对事对物 你那个静进来的 你不会受干扰 起码 不会那么严重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佛法 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用途 就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明白 简单的道理 到佛福上 都是功德的 都是智慧的 到我们这一边呢 简单的道理 越变越复杂 越变越多烦恼 痛苦 这个就是你自己愿意去承受的 没有别人 这个就是中风果实前 在前一阵子跟大家分享的 我做一个总结 来为大家说明 在学习当中 一个人 在这个人生当中 幸福快乐 痛苦烦恼 种种的 不是在外面的 是在你的用心 是怎么样的 你那个心态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人生无常 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也都不知道 所以活在当下 能够看得开的 尽量看开 能够看得破的 尽量看破 中风果实讲的前面 上个星期 中风果实不是讲 一切都是假的 没必要过疑 去想过去执着 总有一天 你放不下 你还是要放下 你看不破 你还是要看破 无论什么样的执着 到最后 还是一场空 所以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这个道理 我们要认识清楚 你做人 才能够自在 幸福快乐 很多事情在这个人生当中 在这个生活 我相信 有时候 有一些人 遇到的烦恼 又不一样 所谓的千人千帮苦 苦苦不相同 无论什么样的烦恼 只要你那个心 能够依那个佛法 来落实在这生活 都能够化解的 所以有佛法 就一定有办法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给大家说明 中风果实下面的开始 请合掌 上个星期跟大家讲过了 我们凡夫跟诸佛菩萨的差别在哪里呢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此因迷雾之有差 遂至限量之不一 实乃生无自信 无生亦无自信 所以离此别无 是乃一体而异明也 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中风果实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跟诸佛菩萨的差别在哪里呢 一目了然啊 我们每一天 跟佛菩萨的生活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佛菩萨当他遇到六根接触六成的时候 都是在看破方向 对明文立养 对贪嗔痴 对自私之力 每一天都在放下 我们反复是不一样 六根接触六成的时候啊 那个心都是在执着的 那个心都是在感觉的 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啊 其实佛跟我们自信都是平等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严重的差别呢 那差别在哪里 你看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只因迷雾之有差 所以至限量之不一 差别在这个地方而已 为什么呢 一念不绝 那首先先给大家讲一讲 限量的限量 限量这两个字 限量这两个字啊 如果换个说法 用现代话来讲 限量这个意思啊 就是我们人的感受 我们的感受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什么样的感受 看外面的境界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感受这两个字啊 是对谁讲的呢 对迷惑的众生 而所讲的 只有迷惑的众生 才会有这种的感受 而这感受 这两个字啊 是不得已而讲出来的 我们为什么会有感受 因为你迷了嘛 你迷了 你才会有这样的感受 对事 对人 对物 遇到善缘的时候 遇到恶缘的时候 遇到顺境的时候 遇到密境的时候 你会随着这个境界 而所转 而所改变 所以你那个感受的时候 遇到好的 你又欢喜 遇到不好的 你又感觉厌恶 所以感受这两个字 限量这两个字啊 最主要的 是对我们迷惑的众生 迷失的 自信的众生 而所讲的 而则讲的是 不得已而所讲的 因为众生迷了嘛 诸佛菩萨有没有感受 有没有 诸佛菩萨没有感受的 不是我们想象的感受 为什么 为什么诸佛菩萨没有感受 因为他在觉悟这一案啊 他在觉悟这一边 所以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当中啊 无论在这个境界里面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善缘也罢 恶缘也罢 恶缘也罢 无论好还是坏的 在佛菩萨的心啊 一点受干扰都不会的 心都是清净的 这个就是我们跟苏佛菩萨的差别啊 我用一个比如 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走出门啊 有一人莫名其妙啊 用一个很不善的语言 很那种不善的语言 你诸佛菩萨骂你的时候 你那个感受是怎么样的 你讲实话 你感受的怎么样 我心里好难受啊 是不是 甚至于可能回到家里 饭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每天想 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 我明明没有做过失啊 我没有做错啊 我明明做得很好啊 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 可能会产生的 产生的 挣扎 可能会 跟他产生什么 产生吵架 甚至于更严重的 你们家里后面的什么 你们的菜刀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感受啊 你不相信 你有一天被人家骂的时候 看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一目了然啊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这个就是对迷的众生而所讲的 今天有人来骂你的时候 你能够那种如如不动 那恭喜你了 你在这个境界当中 不容易那么被转了 你看那个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当年代是的时候 有一位外道的长老 来到他的这个 这个精神 然后用一个很不善的语言 来骂释迦摩尼佛 一直骂很出炉的 用那种很侮辱的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是怎么样 如如不动 一句话也没讲 一句话没讲 而且微笑 微笑是怎么样 像这样的微笑 你想一想 当你用这样的态度 这种的像来看他的时候 他可能会气了半死了 是不是啊 我明明骂你好难听啊 你还是微笑 所以有一天如果家里 遇到老公骂你的时候 微笑 阿弥陀佛 真的释迦摩尼佛就是这样的 骂得好难听 最后啊 这位外道 为什么会骂释迦摩尼佛 因为他的血神通通 跟着释迦摩尼佛出家 留下他一个人 他不能接受 你骂释迦摩尼佛 说你抢我的土地 你怎么样怎么样 讲得好难听啊 然后呢 最后啊 这位外道啊 就问释迦摩尼佛 他说 你有什么感受啊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怎么解答呢 释迦摩尼佛讲一句 我的心是 我的心都是清净的 我的心都是 我的心都是 哪来有善恶的 哪来有善恶的呢 我的心都是清净的 哪来有顺境的 逆境的呢 都是平等 不生不灭的 都是平等的 没想到 这位外道的长老 最后还是出家 释迦摩尼佛在这个逆境当中 在这个境界当中啊 不但没有去害别人 也没有去得罪别人 回头过来 又度了 这个人对他不好的人 了不起啊 所以有人问我 说师父 什么样的功德是最大的 你能够度人 让这个人转迷为物 转凡为胜 你的功德是最大的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呢 你自己啊 所以啊 尊敬的最统修大的 如果今天回头过来 我们遇到这样的境界 你可能跟他接二元啊 凡夫嘛 所以中风果师啊 在这个里面啊 就明确的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感受呢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中风果师告诉我们 因为你迷了啊 而且迷得太深了 那请问师父 什么是感受 什么感受呢 那我请问大家 你这个感受是什么 用简单来话来形容 我们的感受是什么 喜怒哀乐 这个就是我们的感受 所以三个星期 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吗 当你在看镜子的时候 你的相显出来是什么 都是你的喜怒哀乐啊 都是你的那个情绪啊 就是你那个烦恼啊 的起伏啊 那请问师父 喜怒哀乐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啊 但是明明知道这个是假的 你把它当做真的 哪里都不烦恼呢 对佛菩萨都是一样的 哪里有喜怒哀乐呢 我们的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明明知道是真的假的 你还是在这个境界当中被迷惑了 你说可怜不可怜啊 很可怜啊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 如果换个说法细讲呢 就是说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那个烦恼啊 是太多太多了 那么请问呢 为什么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有时候会生起这没必要 这么多的烦恼呢 情绪的起伏 为什么这么大 脾气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看哦 中风果是讲得好 为什么 把这些当做什么 当做是真的 把这些假象的 当做是真的 把这些虚幻的 当做是真的 所以你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你就会产生的感受 什么感受呢 这个是快乐的 这个是痛苦的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坏的 这个是稠的 这个是没的 这个是大的 这个是小的 这个是胖的 这个是硕的 都是在这个地方环境啊 每一天 每一天起了这种的 分别的心 所以 这些假的 变成真的 那谁在分别呢 中风果是告诉我们 是你那个心 去分别的 是哪一个心 已经迷了 心在迷了 人在迷当中啊 才会有产生这种的境界 人在觉悟这一边呢 他不会有这种的境界 不会有这种现象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那个心 都是阿弥陀佛 那个心 都是清静的 那个心 都是慈悲的 那个心 都是欢喜的 你想一想 多得这么好 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么差别的 这么大 把一切的 在你的眼前 所看得到的 而所听得到的 本来是假的 当做真的 哪来都没有烦恼的呢 哪来没有痛苦呢 你看师父不是跟大家 上个星期不是讲过了吗 师父小的时候 最喜欢看的是什么 一部电影啊 你看 记得很清楚 Superman那个 超人会飞的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喜欢看电影的 请举手 哎呀承认嘛 好啦 这个消业障嘛 看脸绪迹的 以前喜欢看脸绪迹的 不敢承认喔 哇 了不起啊你们 你看喔 师父就是看这部电影啊 天天研究喔 他为什么会飞啊 哎呀 用什么方法 要飞啊 要飞得很好 要飞得很快 哇 好厉害了 天天研究 结果呢 研究到最后 人有没有飞过来 人有没有飞上来 没有啊 不但没有飞上来 因为这部电影啊 我受了好多苦耶 真的啊 妈妈在旁边喔 已经跟你说了 哎呀小孩 孩子啊 那个是假的啦 做我戏的啦 你不要再研究啦 浪费时间 浪费时光 你还在那边研究 真的耶 我为了这部电影 我受了很多苦耶 读书不专心 被老师骂 睡觉也不安 也睡不好 然后有一天啊 跑到上面去啊 很高的那个船啊 绑着那个Superman的那一步 跳下去的时候 哇 痛得不得了 哇 那个时候妈妈 我爸爸都跟我骂 笨的小孩 讲也讲不听 劝也劝不来 你说苦不苦呢 很苦 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啊 诸佛菩萨在旁边 一直帮我们推啊 赶紧觉悟啊 赶紧行过来啊 你说 诸佛菩萨大使大悲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告诉我们 人生是苦 你能够听进去吗 人生无常 你能够听进去吗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 为什么会苦 因为我们每个人避免不了 有生苦 有劳苦 有病苦 有死苦 八苦交尽 都是在我们的眼前啊 天天来推动我们 赶紧觉悟 赶紧念佛 赶紧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还在这边 五量节以来 都是这样度过的 你说苦不苦 很苦耶 但是佛菩萨也没办法啊 九牛二虎啊 也拉不动啊 佛菩萨其实很无奈 真的很无奈 但是到这个地方啊 诸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的 无论你迷得太深 无论你迷得怎么样程度 他会想尽办法来帮助我们 不死一人啊 度化众生啊 这个就是佛菩萨啊 那关键是在我们自己 你要不要离开 你要不要觉悟 你要不要了生死 你不要超越六道轮回 关键不是在佛菩萨那边 在你自己本身 要不要而已 所以今天赶紧 拿决定 什么决定呢 好好念佛 一切万物 能够看得破的 就看破 能够放得下的 就放下 对人 对事 对物 不要计较 过得你的自自在在的人生 辛辛苦苦的人生 时间到了 一切万眼方向 跟着阿弥陀佛去 全部解决了 何苦呢 所以啊 我最近呢 在学习这个三色西能的时候 在静坐仔细的观察 我小的时候 哪一个地方啊 让我很矛盾 从这个地方去觉悟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去 觉悟这个道理 我们呢 没得太深了 而诸佛菩萨在这个里面当中呢 是什么样的呢 在一切境界里面 不论再是 顺境 逆境 善言 恶言 好还是怀的 诸佛菩萨 他的心啊 都是清清楚楚的 什么呢 明了啊 诸佛菩萨说啊 这些不是真的 这些所看到的 人所感受的 都是虚幻的 都是假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跟诸佛菩萨 所看到的境界啊 好 我们跟诸佛菩萨在一起 我们现在跟诸佛菩萨在一起的 只是你们有没有感受得到而已 可能是同一样的事情 但是 差别在哪里呢 米物不同啊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米物不同 是因为我们的感受 是不一样 所以产生这样啊 这个是好比什么呢 好比我们现在每个人 在这个环境里面 过生活 请问大家 诸佛如来也是跟我们一样啊 在这个环境也一直过生活啊 但是差别 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有时候会常常产生 生起很多那些没必要的烦恼 没必要的痛苦的想法 而诸佛菩萨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他们没有这些问题啊 他们没有这些的痛苦啊 没有这些烦恼的问题想法呀 你看 释迦摩尼佛 当年在世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 跟他的弟子 跟他的学生 跟他的这些居士 常常都在一起啊 该吃饭的吃饭 该睡觉的睡觉 该讲的讲经 该打坐的时候 该讲话 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跟我们一样的啊 但是释迦摩尼佛 他的限量啊 就是他的感受了 不得已讲的了 就是什么样的境界呢 长期光的境界 都是清净而不染 不生不灭的 这种的境界 佛的感受呢 如果用一定要一个感受的话来讲 佛的心是什么样的 佛的心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什么 法喜充满啊 佛的心都是清净而不染的 那我们呢恰恰相反 我们的心是什么感受的呢 在一切境界当中 在这个地方啊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什么 烦恼充满了 不是法喜充满了 而且在这个地方啊 讲充满的意识啊 都是一点客气了 换句话说 就是说在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每一天你这个心 你这个烦恼 你这个痛苦 都沉不下去了 沉不下了 所以感受不一样 你想一想 生活在一个世界啊 为什么他的心 每一天都是法喜充满的 为什么我们的心 每一天都是烦恼充满的 同一个世界 你看差别这么大 真奇怪 我最喜欢看的 净土圣选录里面 就是王生传 那个黄达铁 黄达铁的生活 比我们好不好 比我们痛苦太多了 苦太多了 但是你看一看他的生活 从他的认识佛法的时候 认识了净土 认识了这些南无阿弥陀佛 一天都不间断的 无论有多苦 你看他一天不工作 一天不上班 他家庭没办法吃饭 他太太怎么生活啊 他的儿子怎么生活啊 所以每天拼命的打工 每天工作 一天做了几个小时 人家是做八个小时 他一天做了十二个小时 那个是最少的 我们一天做四个小时 会不会累 感受很累啊 一个星期做三天 感觉不错对不对 他每一天都在工作的 三更半夜两天都要起来了 晚上十二点十一点才睡觉 我们呢 还有下午茶 他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看他老人家 三年啊 念佛一致死至往生西方极童的世界 往生之前 一个人不认识字的 不读书的 没有读过经典的 既然能够讲一首诗 叮叮当当 打铁成钢 太平将散将近了 我往西方 一锤打下去 人走了 靖康自在往生西方极童的世界了 三年呢 我们呢 三十年啊 还是糊里糊涂啊 你说呢 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啊 不过生活耶 所以从这个地方 大家要反省 反省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的毛病 死在讲的 这种的毛病太多了 所以赶紧去反省 检讨 你看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印度的时候 印度在那个时候啊 那边的人 比我们这边特别好吗 所以跟澳洲比了 比我们好吗 可能比我们糟糕耶 真的耶 你看那个佛陀在世的时候 那个生活 很苦的 那边的人也是一样 很多反复 在那边的人也是一样照样 每天什么 也有烦恼 也有痛苦 哪怕是这些人 天天跟释迦牟尼佛在一起的 在释迦牟尼佛旁边的人 也是跟我们一样照样天天起烦恼 什么缘故呢 信量不一样 中文国是这样的 感受不一样 比如 释迦牟尼佛看待一切境界 所有的境界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 那个心 都是清静的 那个心都不会受干扰的 所有的境界 你眼睛所看到的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无论你看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个性 种种的 在你的眼前所有的 释迦牟尼佛的心 都是清静一尘不染 如如不动的 那个心 都是清静的 没有一点受干扰 而且最了不起的 在这个境界当中 释迦牟尼佛的心 都是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那我们的众生恰恰相反 什么相反呢 当这些境界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看待所有的境界 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呢 是执着的啊 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呢 自私自利的啊 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都是分别执着啊 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什么 都是明文立养 贪嗔痴 这个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 这个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 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而且在这个地方 动了一个念头什么 我一定要分出一个好的 好的 错的 然后遇到好的 起了什么 起了欢喜 遇到错的 你就起了厌恶 起心动念 都离不开执着这两个字 更近一步来讲 如果好的 你会站着什么 我要跟他搞好关系 而且我要去占有 如果遇到不好的 你不喜欢的 你厌恶的 你会起了什么念头 最好啊跟他 离他远一点 是不是 也不用理会他 是不是这个念头 很正常啊 所以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不知不觉我们 在这个人为 在人为当中 制造了很多很多 没必要的烦恼和痛苦 而这个感受 从哪里来的呢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不是从外面 也不是从外人 全部都是你自己 愿意 是这样去接受的 这样去做的 能怪谁呢 所以啊 今天啊 看自己咯 你愿意去接 去这样去做 还是不愿意这样去做 看你们自己本身 是 所以有一天有人 怎么样对待你 你那个心啊 要记得 阿弥陀佛 什么事情解决了 你看那个最近 很多这个社会 社会现在很乱 有时候一道小小的事情 小小的事情 连命都不要了 现在社会很乱的 真的很乱啊 你没有感受到吗 真的很乱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我现在所基督这个环境 我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在一切境界当中 无论在这个境界当中 在我的生活里面 好的坏的 你要看看清清楚楚 你才不会被骗了 一被骗了 很不容易啊 把你们交过来了 很难啊 人一被迷住了 你要拉很难拉呀 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现在我们在这边念佛 是最好的一个样子啊 但是这个念佛当中 你没有把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念好了 到最后 你还是被外面的境界而所转 无论你怎么念佛 到最后 只跟阿弥陀佛借一个善缘 帮不了什么忙 但是在这个地方 中风果实啊 又在提醒我们什么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 要把大师这些的开示 应用起来 然后这个受用啊 其实啊 是很现实的啊 我们一定要明白 你能够把这个中风果实这些的开示 但是 就算一记佛法 对你们的好处是太多太多了 你那个心 永远永远就是平的 你那个心永远永远不会被动 而且 你那个心 常常去转 好的也转 坏的也转 那个心都是清净的 把一切的境界 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把一切所有的 你感受得到的 你感觉不喜欢的 一切的境界 变成你的功德 你的智慧 那恭喜你了 所以 愣眼睛里面 告诉我们 若能转悟啊 志同如来啊 确实是真的啊 你能够在这个一切境界当中 好好去转 把迷的转悟 把恶的转善 把喜气变好的 把一些不好变成好的 那恭喜你了 你入了一阵法界了 成佛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明确的告诉我们 总结来讲 就是叫你要看破你的分别 就是要看破你的执着 在一切境界中 我们的起心动念 你要清净 你要相信你自己 所以大师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心 就能够做得了主 你就明白了 你这个心能够做得了主了 在一切境界当中 你那个人生 你那个人生非常的快乐 你那个境界啊 就是跟诸佛如来 跟释迦牟尼佛 所谓的同佛受用啊 所以尊敬的不容易啊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 中文果实告诉我们 但是多少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一点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还需要加点功夫 去学习 要多多用心 因为你这个境界真的不太容易啊 不容易学啊 不容易去觉悟 但是只要你那个用心对了 你真的是用心 我真的在修改 我真的要反省 我真的要改过 中文果实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虽然我们现在天天都在听经 我们现在天天都在念佛 虽然现在天天都在诵经 当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 真正去做的时候啊 太容易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看啊 遇到境界的时候 你第一个起来是什么 遇到境界 遇到你不喜欢的 第一个起来是什么 阿弥陀佛 还是讨厌 真的不容易啊 道理排在我们的眼前呢 接下来看你怎么用心了 一句佛法而已啊 这个佛法是什么 一句阿弥陀佛 所以啊 把一切的所有的不愉快的 通通回归到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烦恼会减轻很多 确实是真的 多用心 多用你的心来看 多用你的心去听 多用你的心去思维 在一切境界当中 在你的人生当中 在日常生活 无论处事带人觉悟 所有看得到的 都是你的智慧 都是你的功德 为什么 因为众生跟佛是一 不是二 一定要明白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都是一的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 好我们看下面 刚才已经给大家简单的解释 这两段 只因迷雾之有差 遂之信量之不义 所以一段经文啊 讲得很长 来我们看下面 实乃生无自信 无生亦无自信 物则生灭皆无生 弥则无生皆生灭 所以离此别武 是乃一体而易明也 中风果施啊 在里面的内容的开始啊 句句啊 真的都是智慧的 太了不起了 所以我们读经的人啊 我们学习这个经教的人啊 学习佛法 在这一生当中 很想要了生死出三界的 当你听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你感觉那个心啊 阿弥陀佛了 终于我找到了 在哪里找到 在这个礼堂找到 那什么意思呢 这段经文呢 我们生无自信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这个 今天如果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你们大家多多批评 这个佛法 主要的是 看你怎么应用 应用对了 哎呀 以及佛法 能够让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前途 都是一片的光明 就算你能够 把整个大章经读完了 或者把整个华严经学完了 但是在一切境界当中 你不懂得应用这些的佛法 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佛也帮不了什么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要看 一定要认识清楚 我们这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当他要入涅槃 当要入涅槃的时候 阿南尊者就问了四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里面 其中有一个 这个在大涅槃经里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中有一个问题 阿南尊者问释迦牟尼佛 佛您现在要入涅槃了 您在世以佛注释 但是佛不在了 我们要以谁为助呢 这个我们一定很重要 所以释迦牟尼佛才告诉阿南尊者 以四念处为助 你能够以这个方法去修行 等于佛跟在没什么两样 只要大家能够以这个方法去修行 没有一个不正果的 如果你大家能够以这个方法去修行 再加上你的信愿 没有一个不往生西方极的世界的道理 这个四念处是帮助我们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每一分每一秒 有时候常常去造业 我们的身头每一分随着自己的习气去造业 而这个四念处最好的一个方法 让我们懂得看得懂 放得下一个手段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去学 因为这四念处里面 就是教我们去观想 在观想当中 你就会产生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一开了 你就能够看得破放得下 这四念处里面大家都知道了 观什么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还有什么呢 观什么呢 观法无我 还有什么呢 观心无常 所以啊 你要天天去观受 你要先去观想 你的人生当中 对这个身体的执着 我该怎么办 我该不该放下 该对一切物 我该不该放下 你要观想 你要去观想这些 最后它会帮助你 对那些很执着的 对那些看不破的 对那些放无下的 它真的很大的帮助 那后来你来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道理 万修万修 好 谢谢大家 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下一次 再跟大家来分享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是 société 你怎么能处理